法国著名作家大种马的名片《三个火墙手》中有句经典语录 花花世界迷人眼没有实力你别晒脸 而他的儿子小种马也在出道作品《茶花女》中写道 先穿袜子再穿鞋先当孙子再当爷 这两段名言警句被精神小伙们反复传唱 时刻告诫世人要谦虚低调韬光养晦 但这对于他们的欧洲老乡同为种马世家的意大利种马洛奇来说并不适用 或者说对整个大漂亮国都不适用 因为美国的爷就是爷 政治上要做世界霸主 军事上要做最强流氓 经济上要做金融中心 国际上要做明亮灯塔 正所谓进竹者赤进墨者黑 身居美国费城的意大利人洛奇 除了继承大小种马的奸艇外 也在潜移默化中被大漂亮国的狼性氛围所熏陶 有了全打南山敬老院 脚踢北海幼儿园 与天下群雄一较高下的野望 实质美苏争霸愈演愈烈 双方战场早就由政治延伸到了科技体育等方方面面 那么洛奇作为拳击界的扛把子 自然要挺身而出 扛起资本主义的大旗 与苏维埃男儿在拳台上一较高下 那么牛叔今天我要讲的洛奇四故事 便由此展开 此回目叫 广坤叔老计福利冲锋陷阵 范德彪不要费死 痛下杀手 众所周知 良心媒体CNN曾报道 每500件坏事就有一千件是苏联做的 于是在导演的安排下 苏联最强拳击手 西伯利亚第一狠人范德比奥 在妻子和政委的配动下 千里迢迢来到美国 指名道姓要与洛奇一决雌雄 是要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社会我彪格作为苏联拳击代表 选角发型身材人设 从头到尾无不透露出导演的恶意 用四个字就能精准概括 傻大憨粗 不由得让人忧众 他妈把阿彪扔了 把胎盘养大的错觉 可以说人们对彪格的第一印象 就是冷酷无情的二傻子 但人不可貌相 彪格没两把刷子 也干不了装修工啊 接近两米的身高 让他充满了压迫感 1850磅的力量 相当于全权破甲的暴击 雄壮挺拔的鸡肉 连马保国见了都甘拜下风 至今在西伯利亚地区 还流传着彪格 小数不倒我就不倒的传说 彪格必然横扫美国拳谈 用发言人郑伟的一句话概括就是 马从里捞东西 够屎了 苏联代表一行的出现 毕竟一直都是美国区列别人 这还是第一次美国被上门挑衅 一时间引得各路牛鬼蛇神争相报道 这场挑战还牵扯到了政治方面 意识形态的碰撞 短时间内消息便传得人尽皆知 相比于严阵以待的标格 洛奇就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了 如今洛奇已然从名利场攻城身退 和姐夫保利妻子爱德利还有儿子 过上了人上人上人的生活 别墅豪车名表 甚至机器人保姆样样不缺 夫妻间的感情忠贞不渝 四口之家父慈子孝 洛奇待人接入依旧还是那么谦虚随和 可能唯一改变的就是更加成熟了 相比百达菲利的手表 他更喜欢天上人间的手牌了 功成名就的洛奇享受着天伦之乐 每天不是在培养资本主义接班人 就是在创造资本主义接班人 根本没必要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 接受标格的挑战 而且民众也把标格当成笑话来看 洛奇拒绝起来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 但是与洛奇一时一有的前拳王谢广坤 却有了别样的想法 同样是功成神队 但广坤的退役生活并不完美 与洛奇的两场比赛让他赢得了一位挚友 也得到了一段被业余拳手打败的黑历史 虽然这丝毫不影响两人之间的感情 但总有些不知所谓的风言风语 甚至在大街上也有黑粉当面嘲笑 611这不是摇摆坤吗 几天不见这么拉了 说起来这次苏联的挑战 正是千载难逢 为国争光一雪前耻的好机会 为此谢广坤专门赶来征求洛奇的意见 相比于广坤的一排脑门 洛奇就深思熟虑的多 比赛在美国主场 我广坤哥又是黑人大兄弟 全台上见识不妙就第一场 大喊I can't breathe 这场比赛断然没有失败的道理 干就完了 于是美苏全王争霸赛 就这样被决定下来 为了用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俯视敌人 比赛特地定在百老汇的舞台上 赛前还有著名摇滚明星的文化侵略 外加精神污染 只见舞台上一群大胖老娘们 脑袋砸个丑子 露个肩膀头子 满身玻璃球子 走道直晃矿花轴子 直接引起了飙哥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双重不适 强烈想冲上舞台唱段苏卡不裂 扭一段大洋个儿 让这些土鳖见识见识 什么叫人民一束 还好郑伟一把拉住了飙哥 这可是美国最炙手可热的明星 你知道人家的头衔有多多吗 爱狗动宝志愿者 同性恋变性人 未成年黑人穆斯林素食主义者 加残疾难民 你动手之前 先检查一下你的族谱 有没有他的头衔长 听到此话 飙哥只能将心头怒火 强压下来 广坤为了给对手一个下马位 可谓煞费苦心 安排自己从一个高耸的 恶魔头像上走了下来 而群众演员也适时 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相比镖哥出场时喝倒彩 声势不知道高到哪去了 可赛前的一次机拳 让信心十足的广坤 打起了退堂鼓 两人巨大的铁格差距 简直是敬名打姚明 耳边不由得想起了刚才洛奇 劝他不要上台 可表演已经结束 见已经在险上 广坤没有退缩的理由 只能硬着头皮开始了比赛 随着裁判的一声开始 镖哥的怒火点燃了斗志 开局便全处火势 势不可当 一拳打的广坤 鲜血蹦流 鼻歪眼斜 却似开了个油酱铺 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 再来一拳打的广坤 眼棱凤裂 乌珠蹦出 也似开了个彩膊铺 红的黑的子的都蘸浆出来 又只一拳 太阳上正肘 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路的道场 静儿不儿脑儿一起想 观众看时只见广坤挺在地上 口里只有出的气 没有入的气 动弹不得 这场万众瞩目的全赛 就这样虎头蛇尾的绝术了 开赛前不可一世的前拳王广坤 竟然溃步成军 不仅没有为国争光 还把命给丢了 但吃瓜群众可管不了这么多 帮亲不帮理 一时间媒体前所未有的团结 集体声讨杀人凶手标哥 有人更是现实说法 说广坤其实是个跨性别者 英俊强壮的外表下 其实是个温柔可人的女孩子 同时她还是个异装癖 因此平时以男装代替女装 再同时广坤还是个同性恋 所以内心是女生的 她喜欢上的女生 那么傻大憨粗的彪子 打死了一个小女生 有什么可高兴庆祝的 眼面扫地还差不多 虽然广坤还是那个广坤未曾改变 但已经被众多高手 不动声色的套上了三层buff 真是老母猪带熊兆 一套接一套 社会各界少数主义 各个组织全部声援 是要让彪哥付出代价 黑人大兄弟们 更是想冲进苏联 开展零元购活动 展示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共同富裕 而洛奇内心 此刻也已经被仇恨所填满 死仇不报 非君子 最引出下一个精彩回幕 猛洛奇 最辱敌营斗彪子 苏维埃 难逃一败 巧安排 彪哥一行人 在发布会上只留下一句话 大过年的人都死了 还是孩子 都不容易 然后就带着胜利与荣耀 拍拍屁股揍人了 而被仇恨与剧本驱使的洛奇 下定决心要深入苦学 替友报仇与飙砸 再决雌雄 这项危险的决定 不出意外的激起了 爱德利的强烈反对 美国的老婆孩子的杠头 和西伯利亚的韩风 傻瓜都知道怎么选择 爱人的不理解 让洛奇感到了不知所措 只能开着自己心爱的豪车 让凉爽的晚风吹醒自己 洛奇想起了夕阳下的奔跑 那是他逝去的青春 想起了自己在拳台上的灰汗如雨 想起了与广昆的相知相识 想起了革命先辈 在印第安人手中保卫家园 想起了美国大兵 在中东非洲维护和平 更想起了自己在 滴滴血系列中大杀四方 夜色在车窗后逐渐模糊 信心却在心中逐渐凝食 而这时铿枪有力的背景音乐响起 下定决心之后 洛奇与大军人保利 很快就来到了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展开训练 就连之前固执几间的爱德利 也在爱国情怀的感召下改变主意 义无反顾的来到风雪中陪伴洛奇 在经典的BGM中 洛奇的蒙泰奇训练大法开始了 彪哥在场馆中剑步如飞 洛奇在雪岩上任意驰骋 彪哥在拳台上锤炼5G 洛奇在森林中烂砍烂伐 彪哥在器械上刻骨训练 洛奇在学新技能狗拉雪翘 音乐到达了高潮 而洛奇也攀色了高峰 两位选手此刻都摩拳擦掌 摩刀霍霍 大战一触即发 比赛如期举行 而这次主场换做了苏联 不仅吸引了观众 很多高官政要都来到现场 为彪哥加油助威 开幕式上 国歌不攻自破的联盟响起 庄严肃目的气势 影响了每一个人 不由得让人致敬 彪哥带着人民的期望 气势汹汹的出场了 他要让对手 在社会主义的铁拳下颤抖 而洛奇肩上是票房的重担 在保利的陪同下登上舞台 他要展现一下资本的力量 一声零声 暗奈已久的烈火爆发开来 彪哥在速度与力量上 拥有绝对的优势 开局就将洛奇全面压制 拳拳到肉 被打的鼻青脸肿的洛奇发狠 拿出一套王八拳反击 也很快被彪哥的一记锁喉化解 连续两个回合都是如此 但原本应该很快倒下的洛奇 却没有丝毫疲劳的迹象 在主角光华的照耀下 黑的可以变成白的 好的可以变成坏的 宇宙可以是韩国的 美国可以是正义的 主角可以是无敌的 反派必须是要输的 全台上的双方陷入了 拉锯战的泥潭 台下的群众演员们 对彪哥的希望 也在导演的安排下 弃暗投明 将欢呼送给了洛奇 然后在无敌的外挂下 彪哥终于精疲力尽 应声倒在了洛奇的重拳之下 比赛结束了 胜利者出现了 全台上笑到最后的人 名字竟然和电影的名字 一模一样 在众人的拥促中 洛奇身披国旗 在俄语翻译的帮助下 开死了胜利者的心灵鸡汤 我今晚来到这里 没期望过什么 很多人憎恨我 我无可奈何 所以同样讨厌你们 全台上两个拳手厮杀 总比战场上 两千人自相残杀要好 我想说的是 如果我可以改变 你们也可以改变 人人都可以改变 洛奇的一番肺腑之言 感染了每一位现场观众 就连大领导 也感动地站起身来鼓掌制意 洛奇一针尖血 字字珠奇 为他们引导了未来的道路 而苏联的结局 也像资本主义 童话里的结局一样 从此他们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